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天赐的声音正式版播出之后,大多数人都是看完了,包括我自己也是 只不过我偶然发现原来还有加工版本,放出来很多节目未曾播出的内容 尤其是最新一期节目,关于艺人红与不红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在福云飞和孟佳表演完毕之后,首先就是对福云飞进行点评 梁元作为乐评人,在评价里表示福龙飞不红了 可是同样是声音鉴赏团的成员崔迪,却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为从12年到如今的22年,崔迪看着福龙飞成长,了解福龙飞经历的挫折 所以对于崔迪来说,他并不觉得福龙飞不红了 比较起来,福龙飞已经很红了,而且未来可以更火 我不觉得他不火,因为他以前更不火 说实话,我强烈的建议各位去看一看这一段的原视频 听崔迪说完以后,我是感动的 因为福龙飞以前确实不火,早期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节目可以参加 只能闷着头写歌 另外说一个各位可能都不知道的消息,福龙飞已经是一位父亲了 他仍然坚持做着偶像,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之后,胡海权则是展开了讨论 不管怎么样,此刻都是你最好的时刻 你要论红的话,我是红过,我也早就不红了 胡远斌则是第一时间在旁边说,我不觉得你不红了 然后胡海权就举了一个例子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台下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其实只是另外一个红的人走进来了 船不在于大小,不翻就行,一直在就好 胡海权在举例之后,镜头特意给到了周深 周深发出了笑声 这里也强烈建议各位去看原视频 周深的反应很真实 其实不难看出,对于这样的事情周深深有体会 现如今的整个娱乐圈的大环境就是这样 红就代表了一切,尤其是对于新生代艺人来说更是如此 红才有底气,对于老牌艺人来说或许就不一样了 他们曾经红过,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即使也会酸酸的,但是并不会对状态产生太大的影响 毕竟他们依然是前辈 这个时代艺人为什么一定要红呢 我总结了三个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放在最后 综艺节目本质上是商业行为 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艺人来参加节目 如果你不红,那么同类型的艺人里面 别人凭什么选择你 如果没有节目可上,又怎么让更多人关注自己呢 在这个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 最终只会被埋没 从出道那一刻开始,艺人就已经不是一个个体了 而是一个整体 艺人红起来了,那么团队的人待遇自然也会好起来 他们的生活也能更好 所以,节目里面胡彦斌和扶龙飞其实都说了 为了让团队更好,他们需要更努力 让粉丝有底气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想到这一场 实际上,偶像们一旦出道 身上就肩负着各种压力 因为有喜欢他们的人在关注着他们 我相信没有人会说 当自己的粉丝提起自己的时候 是没有底气的 甚至都觉得提起自己喜欢的偶像会觉得丢脸 胡彦斌在节目里面说了 希望喜欢我们的人站起来 说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有面子 周深当时还在一旁说了一个字 对 压力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只不过呢,红也有坏处 越红呢,压力越大 除非你能摆烂 完全不照顾这些情绪 至于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一开始就应该决定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